作為韓國四大公共財產之一的玄冰 她存在於每個懷春少女的白日夢裡 玄冰從學生時期就已經是風雲人物 她的高中就讀男校 同學透露 當年整個江南區和松坡區 沒有不認識玄冰的學生 出道前她就已經有粉絲後援會 打公交車時會有女生對她尖叫 高中時隔壁女校有人氣票選 玄冰的受歡迎程度遠超當紅偶像團體HOT 玄冰手段懵懂愛情發生在高中時期 當時她已經是學校校草級人物 偶爾也會與臨校女生出遊 某次外出時就認識了初戀女友 玄冰坦言第一印象覺得女生非常善良 二人在朋友的撮合下開始交往 比起高調示愛 她更喜歡細心地為對方做各樣小事 對她照顧得無微不至 兩人還在女生家門口發聲初吻 後來回憶起玄冰對當年初吻時 擔心被家人發現仍要偷偷越線的感覺記憶猶新 可惜她們只交往了一年 初戀純情又青澀 那時起她就是一名女友控 玄冰和喬妹因拍攝他們生活的世界結緣 當年這部現實主義職場劇 活生生被演繹成婚厚甜膩的愛情故事 吻戲傳戲炒多不止 劇裡玄冰背著喬妹拖地 抱著她邊親吻邊上樓 幫她刷牙 最連吵架都拍出含糖率超標的感覺 不僅戲裡 連戲外也是 那時玄冰每天都會接送喬妹往返劇組 為喬妹在組裡和女演員刻意保持距離 那時的喬妹在她眼裡純真善良且開朗 總能讓她笑聲不斷 在拍攝和疲憊時 她能給我動力 接受採訪時 她還被記者發現 在電腦上偷看自己和喬妹的床戲 殺青合影 她的手會不自覺地搭在喬妹的肩上 上綜藝時被問不少私人問題 比如去不去澡堂 最近一次接吻是在什麼時候 她都沒有直接回答 唯獨問到女友話題時 她立即坦誠地說道 有啊 當時連主持人都深感意外 要知道正處於事業巔峰期的她 完全可以對此笑而不答 當年正式公開戀情 轟動了整個南韓 公開站臺 兩人總是十指相扣 玄冰對喬妹的好 肉眼可見 銀像靦腆的她 在採訪中毫不掩飾對她的欣賞 和她在一起 就像朋友一樣相處 很輕鬆舒服 在我眼中 她一切都很完美 甚至直言 我會為了她做一切 10年 玄冰夜《秘密花園》再次爆紅 在柏林電影節受訪 她被問喬妹和她的理想型接近嗎 她毫不猶豫地說 當然了 不管怎樣 都是的 那時的喬妹談到玄冰給她的感覺 稱像是哥哥 成熟又可靠 在一起時 反而覺得自己是小孩子 玄冰曾在《秘密花園》拍攝後的 綜藝採訪裡直言 自己從沒有去過酒吧 她的生活自律又簡單 給足了女友安全感 玄冰也坦言自己是照顧女生型的男友 只要對方有想買的東西 她就會記下女生說的話 偷偷準備驚喜禮物 只要對方有想吃的東西 就會二話不說叫外賣送到她家 比起自己 她覺得女友開心才最重要 言語中充滿著寵溺 不過這段感情無疾而終 13年 宋慧喬在自己的隨筆散文集《慧喬的時間》裡 表達了這段感情對自己的意義 是你生命中最靠近愛情的聯想 是你離幸福最近也最遠的微妙距離 和玄冰分手對宋慧喬而言是刻骨銘心的 整整五年她再沒接拍過電視劇 直到寫下這些過往的同一年 她和趙映成合作了那年冬天風在吹 接下來我們來說 宋仲基否認與女律師的戀情 宋慧喬和南方能重歸於好嗎 《太陽的後裔》播出後 讓無數人可雙送CP可得無法自拔 而且宋慧喬和宋仲基 本來在中國的國民度就非常高 所以當初劇播出後 許多網友都紛紛呼籲讓他們在一起 他們兩個也不負觀眾的期望 在《太陽的後裔》播出一年後 也就是2017年順利臨證並舉辦了婚禮 當時所有人都覺得這就是愛情的模樣 而且課CP課到真的也讓劇粉非常滿意 但他們的婚姻實在太過短暫 2017年結婚 2019年兩人的婚姻便宣告破裂 當然這並不是最扎心的部分 讓人感到最扎心的是 他們在離婚時還展開了一場輿論大戰 夫妻倆雙雙賣慘 宋仲基表示自己因為這段婚禮心裡憔悴 還出現了脫髮凸頂的現象 而宋慧喬那段時間出席公眾場合也是十分憔悴 據說離婚是宋仲基 在向法院提交申請的前一天才告知宋慧喬 而且宋仲基的態度十分堅決 而這次離婚事件還牽扯了宋仲基的父親 一開始輿論偏向於宋慧喬 在宋仲基的家中過得非常辛苦 婆家因為宋慧喬的年齡偏大 所以不太滿意宋慧喬 但隨後宋仲基父親的短信被曝光 從短信中我們看出來宋仲基父親 其實非常滿意宋慧喬 還在為宋慧喬新劇加油 但在最近爆出的料中我們可以了解到 宋仲基好像已經走出了和宋慧喬的婚姻傷痛 準備勘展新的戀情了 而且這位新的戀情對象 還是當初負責宋仲基離婚案件中一位律師的後輩 據說兩人相識也是因為這次離婚事件 這位女性今年35歲 今年年初才離婚 有趣的是這個女律師 當初可是宋仲基離婚案的代理律師 這樣關係著實有些微妙 當然宋仲基方對於這個消息是不承認的 因為她和宋慧喬的婚姻造成了太惡劣的影響 而且如果她想繼續在韓國影視圈有所發展的話 自然是不可以這麼快再次有新戀情的 不然新劇播出時不好吸粉 其實宋仲基和宋慧喬都為大眾帶來了許多不錯的作品 宋慧喬早年憑藉《藍色生死戀》 這部國民悲情大戲一舉成名 而後面出演的浪漫滿屋也是圈粉無數 而且在拍戲方面宋慧喬更是男神收割機 韓國叫得上名號的男神基本都和宋慧喬合作過 宋仲基當年憑藉善良的男人中痴情小奶狗人設 一舉出圈 圈粉無數 而且在郎少年的精彩演技也是收穫了大批迷妹 他們二人其實如果沒有結婚 口碑應該還是非常不錯的 而且《太陽的後裔》這部劇播出時也是非常火爆 收視率也是節節走高 本來劇粉KKCP也就算了 但是他們二人假戲真做相愛了 結婚了 結婚時有多麼甜蜜 離婚時就有多麼慘烈 在兩人熱戀期間 宋仲基還自報宋慧喬是他的女神 按理說最新成功的宋仲基應該過上了他想要的婚姻生活 但現實卻是他們之間的婚姻只剩下一地雞毛 其實宋仲基和宋慧喬的婚姻走到這個地步 就是因為兩個人相愛得太快 沒有經過充分的瞭解就選擇走入婚姻的殿堂 韓國的藝人拍戲時 非常容易產生感情 很多藝人拍完作品後都會合作的男演員短暫的交往 但這種戀情一般都不長久 因為韓國藝人一般形成很多 而且韓國的造型文化 注定藝人的私生活很難不被曝光 所以拍完作品後的藝人即使公開了戀情 也會因為聚少離多或者脫離了作品人設後 發現原來兩個人之間的性格完全不合適 然後分開 宋仲基和宋慧喬的結合也是這樣 他們拍攝的《太陽的後裔》 宋仲基在其中扮演的是一個保家衛國的軍官角色 還是特種兵的形象 在這種人設的加成下 宋慧喬可能會難以區分宋仲基本人真實的性格和劇中的人設 而對於宋仲基來講 宋慧喬本來就是他心中女神 兩個人還拍攝這種感情戲 自然是難以把持心中的好感 在整部戲的推進 兩人暗生情愫也是能理解 但可能就是因為最初的印象太好了 所以沒有深思熟慮的兩人還是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當婚後 因為會面臨各種柴米油鹽 而生活本身確實不帶有偶像劇濾鏡 所以兩人難免出現摩擦 同時因為兩個人在大眾心中都是非常優秀的男神和女神 所以可能雙方都不想讓步 最後導致了婚姻的破裂 這次宋仲基的新緋聞對象 不再是娛樂圈的藝人 可能也是和宋慧喬的婚姻讓他明白了 偶像劇僅僅是偶像劇 沒有人能把生活過成偶像劇 而且和一人交往 聚少離堆的情況 真的很難讓雙方維持感情 與其這樣還不如選擇一個圈外人 這樣對方對自己的濾鏡光環更大一點 也更不容易破碎 在這裡也祝福宋仲基走出了上一段婚姻的傷痛 當初看太陽的後裔 宋仲基扮演的柳大衛是真的很帥 所以小編也非常希望她能找尋到屬於自己真正的幸福 當然 也希望喬美能早日覓得自己的良人 雖然兩個人之間不能復合了 但她們能放下上一段感情的傷痛 成功走出去 尋求自己真正的幸福 也是還是讓人非常祝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訂閱 點讚 轉發 感謝大家的支持